其实,物流快递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人发明的,在古代比现在严格多了,物流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由古至今谈到古代的物流不免。 要提及到驿站,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由于历史虽长达三千多年,但留存的遗址,文物并不多于诚意,是一处水马驿站,在江苏高游古城南门大街外,是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基明山驿在河北怀来,是我国仅存的一座较完整的驿城古代社会,各书性交流依靠的是驿站。 一般间隔,二十里,便设立一所驿站,而一旦在需要传递的文书之上特别标注,马上飞地按要求则应当以每日三百里的速度进行传递,如果情况紧急传递速度,甚至可达每日六百里最快可达八百里并且,在传递加急文书时每所驿站均会使用快马,如此一来,虽然没有千里马可用,但是每匹马都加急狂奔, 也能够达到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古代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便能用来表示情况紧急等级。 一些文章对此,有着非常精彩的描写,只见远处尘土飞扬,一人一骑飞奔而至,马上之人身行,极为敏捷马为驻足而人,已翻下马背,一身即贺八百里加急圣上欲刺金牌胆敢阻拦者斩胆敢不听令者斩,随后只见,又是一阵马蹄沉动此人,又飞奔远去此, 十古道依旧清空,依然仿若此人从未来过失人曾身在出过拢山途中成字文判官,一诗中,也写道一亿过一亿亿其如流星平民发咸阳,目击拢山头唐朝时, 中央政府曾明确规定,驿站需使用快码且必须达到一日行近180里左右的速度如果,情况危急则必须达到一日行近300里的速度最为紧急之时必须坐到日行500里, 安禄山于天堡14年11月9日在泛阳一带举兵谋逆,而当时的都城与此地相隔3000余里,但是不到六天的时间唐玄宗就得知了这个事情, 此讯息的传达速度便达到了每日500里,根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皇帝曾经骑乘皇家御用马匹自洛阳城中及时而过,一日行近300余里路程由此可知, 唐朝时期政府规定紧急文书最高的传达速度必须达到每日行近,500里所使用的马匹无疑是属于皇家御马那一级别的良居怪不得, 能做到如此神速,唐代时期的一尺大约为现在的0.3米而一里则大约为450米,就是利用现在的普通交通工具,想要行近,800里最起码也得需要两日之久, 根据史料记载,在唐朝驿站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共设立有1639所驿站,而当时在驿站中工作的职业人员共计2万余人, 这其中,包含了17000名义兵儿,且驿站分类十分明确可细分,为陆路游异水陆游异及水陆兼并的游异,各所驿站均建造有异设,并配备一系列配套设施,如一马或驴,一船即一舔, 在驿站之中工作的人一般,被人称之卫义丁或义夫,有些则被称之卫义族或义立,单从名号便可以得知在驿站工作的人身份是极为低下,的特别是行走于路上的人员,工作条件最为艰苦他们往往工作于烈日之下在冬日寒风之中,也得奔走四方,就算天上下着瓢泼大雨,也得送信,无论何种天气,都必须背着文书带, 行色匆匆地奔走在驿站间人们在敦煌地区,发现一幅会与晚唐时期的壁画,名为宋国夫人出行图,其上便描绘了那是驿夫背着文书带奔忙的形象,他们平常的工作极为艰苦,不仅需要在各个驿站间匆匆奔走传递书信,还得负责处理,驿站的卫生及杂事唐朝时期,律法将由一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而所应当承受的出现, 处罚规定的非常具体,一旦犯错,就要承受极为严厉的惩罚,根据律法议程所担责任重大首先,必须年年上报驿站的马匹情况,死伤飞机,上报各项财务出纳情况,如果驿站的马匹有所死伤异常则必须进行赔偿,如果擅自裁撤驿站工作人员或马匹,则要接受100账则,而律法, 对于义夫的惩罚更为严厉,律法规定,义夫抵达驿站之后必须更换马匹,方能前行如若不然,则要被账则80甚至唐律,还规定,凡事无故在游易路途之上当个,应当遣返,而不及时遣返者账则100,义夫晚到目的地,一天账则80晚到两天账则1601时而定严重, 这会被处以两年监禁,律法还规定,如果义夫没有将近级军事文件,及时送达将依法言成如果因此导致前方战事失败义夫将被处以叫刑史料,曾记载一位人外郎依陋发公文而被免职,他在处理一批由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公文之时,本应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但是仪式疏漏只发了岭南一地而河北未发, 洩漏重大机密者也将被处以绞刑,正是由于如此严厉的律法所以,一般盗匪半途不敢劫持重要文件,以免被政府绞杀而在交战时,为了防止敌方半途截获情报一般,会以多途径多人的方式传递文书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犹豫的速度与数量与今天,无法相比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 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来说,并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可以说,那时的驿站成就,也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的一部分参考资料,八百里加及中国古代的驿站。